好,我們來到寧靜港 Bredon Rio Tranquilo了 這邊呢,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小鎮啦 唯一的亮點呢,就是大家都要去看這個大理石教堂 因為我們想要參加的是比較完整的大理石教堂的tour 所以今天呢,有點太晚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開始有一些烏雲,陽光不是那麼好 那顏色就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決定呢,今天先在這邊住上一晚 但是因為我們本來沒有預期要來這裡住 所以我就沒有查好資料 然後現在其實我們也沒有網路 沒有辦法查到飯店的評價等等的 這感覺其實就有點像是 一開始以前在飛包旅行 一切到了之後 隨緣 看飯店怎麼樣,價格怎麼樣 然後決定要不要住這樣子 但是現在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會先打好評價 比較少直接這樣走過去 對不對 有沒有一種撿回初心的感覺 不是,我覺得現在這樣子 變得 在這個時代 就會怕怕的 以前Google評論還沒有那麼盛行的時候 你可能吃飯也不會先看Google評論 像我的話 我很懶 我可能也不會去查 特別去查什麼實際 但是我現在吃飯就是 隨便搜尋 餐廳 然後就看一下評論 就簡單 方便 避免太雷 對 那現在其實 Hustle啊 或什麼其實也都一樣 所以 不看平價的話 直接去住一家Hustle 真的很少這樣子 大家覺得呢 大家會想要先看平價再決定要不要住 還是會直接過去看現場的狀況 要平價 你是平價派是不是 對啊 不想踩雷啊 告訴我們你們是哪一派 這一家感覺不錯 但是 因為他今天已經沒有私人房了 然後他宿舍房一個人是 一萬五 私人房是三萬四 那我覺得大家都會選三萬四 對 好吧 這對我們價格來說有點高 一個人是大概六百台幣 所以我們再走去一家 看起來好像比較便宜的 嗯 因為這個地方 我在booking上面找 其實很多的 他手都沒有列在上面 而且 Airbnb也只有一家 很貴的 阿姬 可以我看到房間嗎 是 是 是 剛才又找了一家 嗯 他的 宿舍床位是 一萬二 TESOL 私人房是三萬 但是哈比剛才那一家破舊很足 我們就覺得 那 價錢也差不多不如去住那一間 我們第一間找的覺得很漂亮很舒服的那一家 就帶去看看另外一家囉 又找了一間 對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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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熱鬲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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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聞到那個新家庭的味道 所以這間其實很新 那還有Locker 現在很多Hustle的Locker 所以這個也還不錯 這樣一碗是一個人 15000PESO大概就是台幣 6萬塊 是蠻貴的 但這一間目前看起來是 真的是還蠻好的 我帶大家看一下外面 床基本上也是很新 然後你看這個棉被 感覺是很有質感的 它還有附送拖鞋 你看這個拖鞋多可愛 毛毛的 他不想要買拖鞋就給你一個毛 欸可是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這邊它這邊是要拖鞋子 然後這個就是毛毛的 這樣也很舒服 不會冷 真的很棒 這個是廁所 你看廁所也是這樣乾乾淨淨的 這邊是廚房 這個流理台也是看起來很不錯 很乾淨 該有的廚具都有 還有微波爐 冰箱 然後公共空間呢 也是OK 超喜歡 這個可以工作 然後可以躺著 這邊很像一個裝潢非常漂亮的那種家裡 或者是咖啡廳 就很棒 這個好像是去年才剛開始營業的 喔對了 忘記說 WiFi 像這裡我們前幾天 真的是超級好 超級快 我覺得 自立的WiFi啊 普遍來說都好很多 普遍比 卡根體好很多 好 終於又可以看YouTube影片了 耶 大家也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喔 在影片繼續之前 讓我們進到工商服務時間 這次開團的是 華碩文化的童書 這已經是我們的第三團了 我們非常的重視親子共同這件事情 從千尼剛出生還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每天都會念書給他聽 一直持續到現在十個月了 那可能會覺得小朋友還這麼小聽不太懂 但是其實這些對於親子的關係啊 或者是語言 社會認知的發展 都很有幫助 華碩文化的立體書啊 是我們看了這麼多出版社之後 覺得他們的立體效果真的是做得非常精緻 他們也很重視透過立體效果去呈現 這些書裡面 角色的一些動作 像這一本是小紅帽啊 他就會透過立體效果 把這些大野狼的動作呈現出來 這一系列也有很多其他的經典童話故事 因為一直有很多人問我們到底推薦哪些書單 所以我們這次有把我們所有推薦的書 組成一個不囉嗦組合 現省八千塊錢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趕快點下面的連結 那連結點開裡面有更詳細的書本的介紹哦 我們這一次呢 也有特別把我們所有推薦的書籍啊 拍成一支很詳細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考看看哦 那我們就回到影片吧 早安 早安 各位隊友早安 我們今天呢要去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是真的非常特別 之前還沒有看過這種類似的景觀哦 那就不要錯過跟著我們一起去探險吧 好我們快知道了快點 來到這邊的港口啊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Tour Agency 他們都會提供到大理石教堂的包船行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基本上都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基本版的Tour Regular 那他就會去一些比較基本的大理石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是Tour Tour Mamo 所以這個呢是比較完整的 那我們自己呢會覺得 既然都來這一趟了 不如就去比較完整的這個 這個呢通常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這個呢通常會到兩個半到三個小時左右 那價錢的話呢 這通常呢就是一萬Peso 那這個呢是兩萬Peso 但是我們有殺價殺到一萬五 所以你們也可以自己來這邊試試看 因為通常啊他們在發船前 假設他是像這一家他是9點11點發船 你可以在早上他要發船前來 他們通常就會給你比較好的折扣 或者是你在當天的傍晚來 那他們那時候可能也都賣的差不多了 也會給你比較好的折扣 那大家就可以挑那個時間來 可能會搶到便宜的票哦 另外你也可以選擇KAYAK 那價格的話呢 是四萬Peso 大概是台幣一千六百塊 比較貴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也蠻值得的 可以穿梭在這個大理石的洞穴裡面 因為他不會講英文 所以我們 剛剛他就說一個 他就跟我們說有一個 智利的國旗的白色船 然後我們過來看 全部都有智利的國旗啊 請告訴我這裡哪一艘不是 白色的船有一個智利的國旗 每一艘都是白色的船有智利國旗啊 這邊超多的一直延伸到那裡 全部都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旅行公司了 他坐的意思要 橘色的船 上面也沒有智利的國旗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要去找他 然後啊 我們這團的人啊 總共六個人 有台灣人 有 英國人 有法國人 但是大家都不會說其他人文 所以每個人都一直半截的 哈哈哈 狗狗 原來是這裡啊 哇 大家都在這裡要準備搭船 這個湖景也很棒耶 謝謝 OK我們要出發了 我們好像是這一區最早出發的 耶 九點出發 耶 很快耶 我們這邊已經開始看到一些這種 中間有一些空洞 很像那種拱門的形狀的延伸 但這都還是比較小的 你看水超級清澈的耶 我們這次來的這邊呢 還有一個密稱叫做大理石教堂 其實我們本來沒有想到這個景點 是因為我們在一個哈斯托 遇到一個台灣人跟我們推薦 要來看這邊的大理石教堂 那當時我想呢 大理石教堂有什麼特別的 不就是牆壁用大理石做的嗎 結果不是 這邊的大理石呢 它是完全天然形成的 就在這個湖中 你知道它不是一個真的教堂嗎 嗯 我現在才知道 我一直以為裡面是真的有人去做禮拜的 結果沒有 我們是密閣長 很像教堂的大理石 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 各個洞穴中穿梭 然後船開的其實也蠻慢的 它會找它剛好可以進去的洞穴 然後就開進去 讓我們拍照 它的紋理超清楚的 哇 摸起來超滑順的耶 我們在這個大理石裡面 這個感覺非常的酷 因為它就是整個這樣子包圍起來 完全都是天然的 這些紋路啊 而且很酷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這種 它是不是侵蝕的洞嗎 沒錯 它是這個水侵蝕的 自然形成這樣 Viuiuu Ni Viuiu 這邊有一艘破舊飛 voz的船 好像只要有一些破舊船 很廢棄的船就會變成一個景點 我覺得這邊的大理石都好像蘑菇喔 整個大大的頭 然後下面這樣一隻一隻小小的 很像成群的蘑菇結在一起 你的腳趾一樣耶 我的腳趾是大頭腳趾 蘑菇腳趾啊 我的腳趾也是頭胖胖 下面一隻小這樣鋪 這一隻影片超過一千人按讚 我們就放一個 好不好 我的腳趾嗎 對 公佈你的腳趾照片 就最後發現 根本沒有人想看 大家都不想看 現在這個湖面的撥光啊 反射到大理石上面 一閃一閃的非常的漂亮喔 這一個是非常有名的小教堂 卡比亞 它的外形很像一個蘑菇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不像小教 也有點像鑽石之類的 後面這個大的呢 就是Cathedra 好我們回來了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說 不要看今天陽光浮照 我們剛在坐船的時候 還是非常的冷 因為你平常可能在這裡 你覺得還好 沒差 但是呢 當你在坐船的時候 那個速度 有那個風 超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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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發抖 你看我穿這樣子 一直在發抖 建議要穿保囊褲 你今天有穿嗎 我有穿啊 對 那你會覺得冷嗎 還是會冷啊 你看我戴這個 就是 臉 因為風一直這樣砸真的很冷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Garret de la Ostra 這個翻譯成中文就叫做 南方公路 阿根廷有一個Ruta40 是非常著名的公路 從北邊一路延伸 經過巴塔哥尼亞高原 到世界的盡頭 巫蘇懷 智利這一側呢 也有一個南方公路 也是在巴塔哥尼亞高原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道路 但是這邊的道路 比起阿根廷的Ruta40呢 它更多的是這種 沒有鋪過柏油的碎石路 所以很多人也認為 南方公路 是非常經典的公路旅行 這邊跟阿根廷的Ruta40一樣 也會看到非常多的Hitchhiker 不過這個路牌 我注意到的是第二行 Cochran 烤柯蘭 這烤柯蘭呢 其實是一個 醫學的一個資料庫 好 沒事 冷門的小知識 我們今天早上啊 九點的時候 這邊就已經超級多人在Hitchhiking了 這裡呢 就是南美的第二大湖 他在智利呢 他的名字叫做 Penelo Gallera 就是 將軍 Gallera 湖 的意思 但是呢 他在阿根廷那一邊呢 叫做 Buenos Aires湖 也就是 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諾斯愛麗斯 那你們知道南美的第一大湖是什麼嗎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知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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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